《勇者为王,勇者萧亡,奢尼致死,实战兴邦》 《矛盾文学奖》获得着雄兆证,继张居正之后,再写钢顶之作《大金王朝》 再现中国中世纪辽宋金大三国的风云变幻 《大金王朝》第二卷,降龙的骑士,演播陆建议 第六集 阿古达离开指示厅,回到须弥座右侧帐篷,这是他的卧室 里侧则是一个高度为两尺的由后部板搭建的抗台 上面铺着丝绵紧入和大红断面的盖背 抗台下是狭长的铺着纯白迅露皮的平地 上面割了一张小桌子,两只小凳子,旁边还有一把躺椅 阿古达进来时,一位姑娘背对着帐篷门坐在小桌子旁的凳子上 是柳牙儿 夜色已深,柳牙儿手支着下巴,以着桌子打盹 阿古达的脚步将他惊醒,他站起来转过身,揉着眼睛,不知所措 阿古达坐在炕盐上,看到柳牙儿局促不安的样子,便宽慰他说 柳牙儿,你坐下 奴婢不敢 柳牙儿捏如着 咱叫你坐下,你就坐 谢皇上 柳牙儿面对着阿古达坐了下来 阿古达看他眼眶红红的,眼角还挂着泪珠,又问道 诶,你怎么流泪了,谁欺负你了 啊,齐敏皇上,没人敢欺负奴婢 没人欺负,那你为啥流泪啊 啊,是这蜡烛 柳牙儿不好意思地指了指小桌金竹台上点燃的蜡烛 使蜡烛的烟,寻得你流泪 阿古达走过来,把脑袋凑到金竹台跟前 眯眼瞅了一会儿说 嗯,这蜡烛用的是上等油料 没啥烟子灰啊 啊,启禀皇上不怪蜡烛,怪奴婢的眼睛焦气 哼哼哼哼,是有点焦气 阿古达摇摇头,又回到抗然坐下 接着问 你难道连蜡烛都没有点过 没有 那你是辽王宫的宫女吗 是的 你既是宫女,怎么会没有用过蜡烛呢 奴婢的主子不用蜡烛 你的主子是谁啊 萧太后 萧太后 你是说萧莫娜 回皇上 是的 听说宫萧莫娜使唤的宫女有好几百人 你是做什么差事的呀 侍寝 侍寝 什么叫侍寝 就是料理萧太后睡觉 睡觉还要人料理 萧莫娜也太折磨人了 阿古达咧嘴一笑又问 柳羊儿 你既料理萧莫娜睡觉 又不点蜡烛 难道黑灯瞎火的上床 不是的 皇上 萧太后的寝宫里不点蜡烛 而是用夜明珠 夜明珠 这夜明珠的光悠悠的 抵月光稍亮一点 屋子里朦朦胧胧的 萧太后说 月亮上的贵宫应该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女人 阿古达赞叹了一句 她的语调低沉 所以柳羊儿无法判断 她这句话的准确含义 究竟是欣赏呢 还是斥责 帐房里沉默了一会儿 阿古达又问 柳羊儿 你告诉本皇 你是如何料理萧太后睡觉的 启禀皇上 事情的宫女 不止奴婢一人 有好多个呢 还有好多个 这是咋回事呢 事情分成好多个差事 有专为萧太后 卸头面首饰的 有专门替她清理面装的 有专门烧调汤水的 什么汤水 沐浴专用 先是热水要烧到好处 然后往水中添两碎口的牛乳 还有二十几味香草熬制的汤料 这个萧莫娜 难道是王母娘娘吗 阿古达突然拍了拍抗眼 看样子是有些恼怒了 她撅着嘴似乎在想着什么 旋即回过神来 抬起手指着柳牙儿说 往下说 往下说 料理萧莫娜洗澡 然后呢 烧水调料两个人 然后世谕又是两个人 都是宫女 哦 接着说 沐浴后就轮到奴婢前来 为萧太后料理了 你看的啥活儿 涂香末 涂香末 都是些啥玩意儿 有几十种呢 身子的部位不同 使用的香末也不同 你说说看 说仔细点 皇上 奴婢先说脸部 萧太后用于眼部 额头 两腮及下巴的香末都不同 接着是 预颈 胸 腹 及臀部 两腿至 脚趾尖 每一处都要认真涂抹 模糊 这些香末 不同在哪里啊 香末中 有名贵的涉香 北珠粉 陈香粉 龙咸香 还有金心兰花粉 香腹子 马铃花蜜 皇上 好多好多呢 这个萧莫娜 果然活成了人精了 皇上 萧太后 从卸下头面首饰到最后躺到床上睡觉 要花去一个多时辰呢 阿古达嫩嫩的说 天天这么料理 萧莫娜也不怕麻烦 不这样 萧太后怎么可能成为大辽国的第一美人呢 柳鸭 奴婢在 你每天都看着萧莫娜赤裸着身子 你看得真切 你告诉本皇 萧莫娜究竟美在哪里 这 柳鸭 但说无妨 皇上 奴婢有些害羞 说 说萧莫娜又不是说你 你害得哪门自修 这萧太后 第一是皮肤白 那是真的白啊 在叶明珠的光芒下 简直就是一个御人 这白是天生的吧 是的 但是也需要后天保养 涂抹北珠粉最管用 一颗北珠就值十两银子 涂一次北珠粉 那要花多少银子啊 一次就需要一颗北珠 这个女人 逮住她非宰了不可 啊 皇上 柳鸭儿一声惊叫 阿古达意识到自己的情绪有些失控了 便又强迫自己平静下来 他用略带歉意的口吻对柳鸭儿说 哦 没吓着你吧 你继续说 柳鸭儿惊魂未定 说话都有些语无伦次了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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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婢不知晓 还需要说 说什么 柳鸭儿你别紧张 你就说 萧莫娜的身子究竟美在哪里 你方才说 她的皮肤白这是第一 那第二呢 第二是什么 第二第二是她的大眼睛 这眼睛又大又有神 会说话 她心情好的时候 这眼睛全是柔柔的磁光 不管是朝中的大臣 还是街上的老百姓 谁见到了她 都说她是观音菩萨现世 都想给她割头 不过 靳秦王说 萧太后最好看的不是眼睛 而是嘴 嘴 你说说她的嘴 萧太后的嘴 红艳艳的 真的像玫瑰花般 她的嘴角翘翘的 嘴唇不薄也不厚 一笑就露出一口 比北珠还白的牙齿 还有 还有 还有什么 快说呀 还有 还有 萧太后 总是在嘴唇上涂蜜 涂蜜 是 涂蜜 她通常会涂 玛瑞花蜜 与炼花蜜 她认为 这两种蜜 香气淡雅 且很甜 她涂的口红 都是用金心兰花 与玫瑰花蜜熬制成的 然后再把这两种蜜 加进去涂在嘴唇上 看上去又红又亮 秦晋王早上起来 都会过来 亲亲萧太后的嘴 秦晋王说 她的心爱的 王后嘴唇 总是甜的 阿古达 被柳牙儿的描述 带进了一种幻想中 她眼前 闪现一个 穿着薄如蝉蜜的 白色睡袍的女人 她蓬松着头发 脸上浮荡着 奄然的笑 偶尔做出一副 称怒的样子 看上去更加迷人 这个女人 有时像乌骨奶 有时又像迪亚 但更多的时候 却是她想象中的 肖莫娜 从柳牙儿的描述中 她知道 一个真正的女人 应该是什么样子 她感到身上热血沸腾 喉咙有些发干 她舔了舔嘴唇 自言自语的说 皇上 奴婢罪过 柳羊儿 你没有罪过 阿古达心情亢奋起来 好东西谁都爱 可是 可是什么呀 皇上你刚才说 你若碰到萧太后 非把她宰了不可 我说过了吗 皇上刚才说的呀 哦 我怎么不记得了 阿古达一拍脑门子 朝门外大喊了一声 水老蛙 正在直听里 打瞌睡的水老蛙 浑身一机灵醒了过来 三步并坐两步 跑到卧房门外 问道 皇上有何吩咐啊 阿古达走到门口 挑开门脸 对水老蛙说 天一亮 你就传我的令 从现在起 三军将士 不管在哪里 碰到萧摩娜 只准活捉 谁要是伤害他 一根毫毛 军阀处置 这命令很错误 水老蛙一时无法理解 但他知道 阿古达皇帝 是个说一国二的人 于是 秉立一声 尊命 便又退了下去 阿古达回过头来 看着一脸感激的柳达尔 对他说 柳达尔 你不是怕蜡烛吗 本皇命令你 把蜡烛给吹灭了 皇上 吹灭 吹灭了 来陪咱睡觉 您正在收听的是 雄兆正作品 大金王朝 演播 陆建议 制作人 于丹 黎明之前 老天爷开始下雨了 不是冬日的冻雨 或者夏天的暴雨 而是绵绵的润目无声的春雨 这雨下到山上会让林木更加的葱龙 下到田野上会让庄家茁壮的成长 而且山谷中路边上村庄边的细地上也会借助雨滴的交换生长出一簇簇不知名的野花 转眼间你就会发现大地的色彩丰富起来 生动起来 七彩的花朵与疯狂的绿色一起喧闹 在这迷人的季节里 大地醉了 森林醉了 牛羊醉了 即便是那些在花丛中翩翩起舞的蝴蝶也全都醉了 鸳鸯抛边上的大金国皇帝的行影 沉浸在一片少有的安密中 略含一点凉意 却仍是温暖的春雨 与从湖面上弥漫开来的雨雾粘合在一起 笼罩着几百座帐篷 如果从云层上俯瞰这一片地方 会觉得它是一个梦乡 或者是童话中的巨大的蘑菇林 尘食一过 乌骨奶就派人到大王上这边探寻消息 问阿古大皇帝是否起床了 两眼布满血丝的水老蛙 一副没睡醒的样子 没精打采的告诉来者 你去禀告乌骨奶皇后 皇上睡觉时天都快亮了 这会儿怎么着也不会醒的 当第二次使者来问皇上是和谁睡在一起时 水老蛙顽皮的一笑答道 没错 一切都是乌骨奶皇后安排的 那个柳崖儿与皇上睡在一起呢 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 密一阵疏一阵的雨一直下个不停 接近中午了 忽见各条山道上有很多战马向大王帐池来 这惊动了附近帐篷里的陈尔氏 杰布等人 当然也惊动了乌骨奶与迪牙等 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纷纷地走出了帐篷 最早来到大王帐跟前的是宗旺 接着是楼石 他们都穿着铠甲 战马也全身披挂 承尔氏招手让两位将军到他的帐篷闭雨 询问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老先生 你也不知道吗 宗旺惊愕地问 皇上呢 皇上还在睡觉呢 承尔氏替阿古达掩饰 昨晚你们走了以后 皇上又让我留下来 商议了一个多时辰的国事 天快亮的时候才分手 我看他是罚急了 哦 皇上难得顺一个胡论叫 楼石的语调中充满同情 宗旺 谁让你们来的 三皇叔 冬魔 他不是去了渔关吗 是他通知你们到大王帐来 是的 他派人来告语 让我们即刻赶来这里 你们知道冬魔现在在哪里 宗旺雨楼石都摇摇头 承尔氏顿时觉得事有不妙 不免纳闷地问 这大元帅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 说话间 只见从各处骑马而来的将军们 挤满了大王帐前空旷的细地 而捷步卫队的两千余名士兵 也都钻出了帐篷 鸳鸯抛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阿古大皇帝还在大王帐中睡觉 谁也不敢去叫醒他 众人正在心怀疑问 忽见远处的山路上 出现了一支卷旗倒戈的队伍 由于稠密的雨线 大家看不清这支队伍中有谁 但是从服装及队形来看 无疑是大金国的军队 于是在场的人都秉声尽气地 看着这支队伍缓缓地走近 等到这支队伍穿过最后一道树林 走到离大王帐只有四五十丈远的时候 大家这才看清 在这支队伍最前边的那匹绿色的战马上 坐着一位上身赤膊 下身只穿着一条裤衩的汉子 被一条麻绳捆绑着 背上插着一把还带着青色枝叶的金条 眼前的宗望首先认出来 不免惊呼了一声 这不是三皇叔吗 紧接着 戏地上的将军们出现了骚动 有人尖叫 这不是大元帅吗 大元帅怎么了 大元帅 大元帅 你怎么这样 宗望与楼石 伯乐等人飞奔过来 在戏地的边缘迎上了洞魔 他们要扶洞魔下马 被洞魔阻止 他一偏身 自己跳下马来 宗望屈前半跪着 向洞魔行了军礼 不解的问 三皇叔 你这是演的啥戏啊 洞魔眼睛里闪着泪光 扭过头来 看着跟在他后头的队伍说 你们看 你们看看 众人这才注意到 洞魔后面跟着的是虎林军 这支曾经让大辽国的将士 闻风丧胆的铁骑 如今的情形 真是惨不忍睹 大约有一半多的战马上 都染有湿漉漉的血迹 战马背上驮着的骑士 有一半以上的人负伤 还有不少战士的尸体 横卧在马背上 骑士手中的枪毛 不少被折断 他们的脸色晦暗 眼眶里充溢着屈辱的泪水 随后赶来的尘尔氏 一看这情形 心中明白了大半 他想安慰洞魔 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只得问道 大元帅 你是来向皇帝赴京请罪的吧 洞魔羞愧的点了点头 却说在渔关前连续遭受伏击后 虎林军死伤过败 动魔深知 这一场惨败是由他的鲁莽引起 万死难辞其咎 于是决定亲自到他的亲哥哥 阿古大皇帝的大王帐前 赴京请罪 并通知三军将佐赶来见证 看到虎林军狼狈的样子 宗旺的心中 也责怪三皇叔的草率出征 但是事已至此 他又为三皇叔的处境担忧 毕竟 动魔的这场惨败 是三年克辽战争中 唯一的一次 他预料父皇得知消息后 一定不会轻饶他 看到动魔的古铜色的肌肉上 起了鸡皮疙瘩 承尔氏说 大元帅到老朽的帐篷里 避避雨去吧 不 法老先生去把皇帝请出来 这 这有难处吗 动魔回头 看了看他身后的战马上 驮着的李黑把的尸首 痛苦地说 我不是闹肿 我特意前来 请求皇上处置 就在大家议论不出头绪时 忽见大王杖的门帘被掀开了 首先出来的是水老蛙 他身后跟着的两名士兵 抬着一把阿古达灌坐的椅子 还有一名士兵 行着一把大大的油布伞 遮住椅子 免遭雨水打湿 紧接着 阿古达走出来坐到椅子上 只见他 脸色铁青 朝人群中扫了一眼 然后搭了下眼皮 一声不吭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雄赵正作品 大金王朝 演播陆建一 制作人于丹 监制傅纯 请不吝点赞订阅